发现金是不错的 对于一些比较收入比较低的是有帮助的 这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影响 真的要善用 也不是说一定要发给人民 那我是觉得也是要审慎的考虑看怎么安排 针对年度税收超过编列预算数四千五百亿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一千八百亿除了预留一笔钱 因应不实之需外 剩下以发放现金方式作为全民共享的方案 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跟全民共享用发现金的方式 但这要由法院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 要经历法院的同意 不是私下花红包 现金的补贴或者是补助的方式 其实对民众来讲是最实惠的 那我们希望说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通过 假如快一点的话 是不是可以在过年前 政府规划现金全民共享 但也有声音认为 应该先将资金用于偿还国债 稳健财政 也有人认为可以先填补国营事业的亏损 会有点担心我们的国库够用吗 你说经济有那么好吗 其实并没有 那发现金给民众会立刻让 就是经济好转吗 其实好像也不是 听说好像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易收吧 应该是他的政策有问题 所以会有这样的易收的情况 油电跟健保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坑洞吧 可以把这个钱也许可以善用在这个地方 像现在中国疫情在起 全世界都紧张应对 而且恶物战争后的通膨各方面 我们都真的要留有因应的余力 也不能一次就把钱花光 在野党和地方首长喊话 希望发现金可以年前进账 不过这笔钱什么时候怎么领 还需要通过立院关卡才能执行 星藤野太电视 陈灰谋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晚安 陈灰谋